P为脾之静 脾胃好不好 看P就知道 中医教你看P实健康 为什么说脾胃好不好 看P就知道呢 那是因为P是在经过你的消化系统 也就是脾胃跟肠道蠕动消化后产生的气体 所以你能不能正常放P 这P臭不臭都可以反映出来你脾胃的问题 那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臭P 如果你发现你放的P总是很臭 有时候熏的自己都受不了 并且还总是胀肚子肚子痛 但却经常变蜜 还变不顺畅 并且还有口臭伸出舌头 舌苔厚蜜 那通常提示你脾胃消化不好 吃的东西都停在你胃里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助消化排鸡时可以用个饱和碗 其次P多 那如果你总是放P一会儿一个 感觉肚子里好像有一股气 窜来窜去 肚子里总是咕噜咕噜响 也经常胀肚子 另外每次心情一不好 或者一发火 情绪紧张的时候 放P就更多了 通常就是因为肝于克皮了 这时你的舌头两边会发红有股胀 并且舌中通常傲陷就需要疏解肝气了 可以用个木箱顺气玩 最后想放P 但放不出来 如果你每次都有放P的感觉 但这P就是放不出来 好像到门口了就消失了 但过一会儿这种感觉又来了 并且肚子也咕噜咕噜响 同时还总是食欲不好 不想吃饭 总觉得很累 身上没劲 不想动 伸出舌头一看 两边齿很明显 舌头颜色还淡 那就提示你脾胃气虚了 因为气虚所以气排不出去 你虽然有想放P的感觉 但就是放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鼓鼓脾胃了 可以用一个健脾玩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当然正常的人每天也是会放P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觉得身体不舒服 就不用担心 当然如果大家发现自己脾胃不好了 但却拿不准到底是什么情况时 建议就近找医生帮忙辩证一下 然后对症调理 不要自己瞎用药 那我们下期再见